而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8次定期大会 18号上午是首先由市民代表黄瑞文 针对了筑墙国小附近人行道安全问题 以及花蓮市停车格不足 还有近日是诈骗盗用市长身份行骗的事件来进行质询 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8次定期大会 18日上午进行质询 首先由市民代表黄瑞文 针对筑墙国小附近人行道行的安全 花蓮市停车格不足建议兴建地下停车场 以及近日有诈骗冒用市长身份行骗等 向公所相关客室主管以及市长进行质询 请告诉你 路边停车格汽车格有1289 汽车有1340 会周围的 路外停车格有2752 汽车有131 总计汽车是4041 汽车是2055 然后花蓮县111年度至六月鞋子 累计的汽车 花蓮县的汽车有12万辆 1298823辆 汽车有20212辆 花蓮市目前的汽车 汽车量有4万辆 汽车有6万辆 以上官提供我们花蓮市的停车 停车格不够了 然后我本期是建议是不是公所这边可以用 我们室友的公园 把地下化做停车格 地下停车场 第一个阶段就是驻强国小附近的人行道 行的安全 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停车格的问题 因为花蓮市停车的问题日益严重 希望公所能把室友公园 把地下化 TOP解决目前停车乱向的问题 第三项就是请市长宣导 因为目前诈骗的事件贫穷 然后请市长来宣导一下